三藩市 新法案免除市內5000萬交通罰款制納金 一項上星期已生效的加州新法案 取消三藩市在7月1日之前產生的 大約5000萬交通罰款制納金 涉及18萬張已發出的罰單 預計下一步将会免除全州大約5億元的罰單制納金 根據三藩市財政部長辦公室的新聞稿 該辦公室設立了金融正義項目 以發現及改變對少數群體低收入民眾造成不利 及不成比例影響的罰單及費用 該法案的主要法體型之一 金融正義項目主管Anne Stolfier 告訴KPISD 加州不應該通過要求法院收取的費用 來資助地方法院 法院的資金應該是與這些費用分開的 對消除及降低這些不公平及不必要的債務 是一項常識性的改革 他將為數十萬加州人帶來解脫 上星期已經生效的第199日議會法案 是加州預算法案的一部分 他取消了7月1日之前產生的交通罰款制納金 並且向法院提供1000萬元的保護資金 他還將民事評估費用的制納金 由300元降至100元 這些制納金將會轉到加州的普通基金 而不是當地的法院 這個法案將會自動申請減免費用的資格 擴大到聯邦貧窮線200%以內的人 參與該州的婦女、嬰兒、兒童 保載營養計劃WIC的人 以及領取失業救濟的人 介紹這個法案的州眾議員丁佑立稱 該法案的重點是公平 制納金對於低收入的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 加州債務自由正義組織 推動加州議會和州長劉森通過該法案 所有在2022年7月1日之前產生的預期罰款均已被取消 在這個日期之後 罰款的上限將會是100元 這將會是一個重大的舉措 因為估計約有三分之一的交通罰單 沒有按時支付所以產生制納金 7月7日報道